好继续带你看到空中勤务总队花莲驻地勤务第一大队第三队 四号接获总队勤务的指挥中心通知 位在南投县仁爱乡三叉营地一行四人 其中一名女性登山客高山镇发作申请直升机的救援 那么空勤总队是立即派遣驻地花莲黑鹰直升机执行任务顺利救援 黑鹰直升机四日早晨起飞爬高至8000尺后定向目标区 9点38分抵达仁爱乡三叉营地并于9点44分安全落地 将高山镇发作患者以及南投县消防局两名搜救人员陪同登机 空勤总队花莲第三大队顺利执行任务后 在9点58分于日月潭九龙口落地 并将患者顺利交由消防人员进行后续的就医治疗 记者凌杰花莲市采访报道